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遇到今天甚至你今天早上看到灰达开牌之后呢 才进场的朋友今天遇到震荡你该和解 那我们呢一直秉持的双高操作策略 永远都是领先布局在前头 我们也相同的遇到今天的震荡 但是我们跟你的差别在哪里 我们来看看我们过去的操作模式 那美姐呢近期的操作你会发现到 不管是材料KY我们掌握到了59% 不管是1519的华城我们也是领先掌握在前头 我们掌握到16%再来2376的技嘉 成名店等等这也是AI概念股 我们是不是都掌握20% 15% 那再来领先布局3715电影头控 我们今天也是掌握到44%的空间 这是我们近期以来的操作 那为什么我们总是能够领先大家这么多 那原因不外乎就是运用双高操作策略 我们领先去布局逢低去买进 而不是看到行情涨多了才去追高 等一下你就会有所感受了 我们继续看下去喔 那材料KY我们过去是不是也都是领先布局 6月28号全国的观众朋友 索妈影音就可以看到我就跟大家分享 就是这一档4763的材料 当时的价位是在500多 那当它冲高到将近千元的时候有修正 修正又怎么样呢 我昨天也都有跟大家讲 它我们是看长线 长线的题材如果不变的话 你不需要短线上去冲来冲去 那材料KY过去为什么它会短线上震荡 因为呢它有做现增 那现增使得股价呢有修正一些 但是呢长期趋势向上 每一节下跌的时候还不是一样这样子跟大家讲 法人呢 法人持续买超 基本面一样是没有改变 所以呢成本决定优势 什么叫成本决定优势 你买在前头的 你买在五字头的 跟你买在八字头 九字头的朋友 你在这一段下杀过程当中 我们的压力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你会发现到 你追高的朋友 你有可能已经被洗掉了 所以今天的上涨跟你没有关系 你也许呢你就会拍大图欸 我们觉得难过 对不对 那材料KY你如果是领先布局 领先布局 跟事后追加的差异就在这边 那在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华晨 1519的华晨 8月17号 我是不是就跟大家讲 8月17号就跟大家讲 它会越过全高 然后呢果然是不是越过全高 之后继续往上喷 对不对 那它公布了7月自己的营收 0.99元 这成长是多少 11倍 所以未来还有没有希望 未来有没有行情 你自己去想想看 2376的记家 8月14号是不是领先跟大家讲 而且我是趁压活的时候跟大家分享 压活的时候跟大家分享 所以美姐所做的跟你在节目当中所看的 其实都是一致的 逢低布局 趁压活买进 如果你认为长太高 你也不用追的 你趁压活 当然压活到哪个时间点去介入 这需要一定的技巧 需要一定的经验 但是美姐 你有锁定美姐节目的朋友 美姐是不是直接就跟你讲 就是这边 而你看今天的记家 來到这边 我跟大家分享的时间点在这里 所以你看 是不是已经又是一个波段了 2376的记家 就也是这样的操作啊 双高操作策略 好股票 追高 你追高的朋友跟材料一样 追在高档的朋友 也许到这边 你就被洗掉了 但是呢 如果你懂得双高操作逻辑 你也有看美姐节目 你知道在这边是买进点 而不是你杀低点 你这一波 你自然而然你就掌握得到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子 那再来 3013成名店 我做过了一波又一波 这是第三趟 这是第三趟 先前掌握33% 然后呢 55% 这都是从二字头到四字头 二字头到四字头 后面他又长到更高 这不关我的事 但是呢 在这里 我就已经都有领先跟大家讲了 在这里 我都有领先跟大家讲 你看看这边 我是不是说压回 又是一个买点 我是不是领先在节目当中 8月7号的节目喔 这等于是送给大家的一个 父亲节礼物耶 8月7号的时候就跟大家分享 这里又是一个重新的新的买入机会 又是一个机会 结果呢 到现在 是不是又是一波 8月7号就跟大家讲 你的父亲节礼物在这边 是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领先布局 总比你今天早盘追价 今天一根黑K 我们的起点不同 成本不同 答案就会不一样 这一档成名店 饥渴的 我做了 这是第三趟 是不是党党皆是从压 不是有压回 就是有整理 每一每都是在节目当中 领先跟大家分享 机会在哪里 我是不是说跟大家分享 机会在这边 是不是又是一个波段 有压回有整理 都是一个机会啊 再来 8月16号 好 标国领先报 跟大家分享的这两个股 是不是也是符合 有压回有整理 有压回 有整理 然后呢 突破 这个颈限位置 逢低介入的好买点 我在标国领先报当中 女王家族 标国领先报当中 你还没加入女王家族的朋友 赶紧利用手机 打开LINE扫描这个QR Code 或者是搜寻LINE的ID 小鼠QQ208 你也能够拥有我们每天早盘 像8月16号早盘 跟大家分享的标国领先报 这一档个股呢 是哪一档呢 冲用概念股 XXX5 哪一档 现行都给你了 就是3715的定影投控 那3715的定影投控呢 我跟大家分享的位阶点在哪里 在这里 826号 827号再跟大家分享一次 结果当天马上强功涨停 创高创高创高 你今天才在追吗 我要告诉给 我要告诉大家 他的股价呢 他虽然基本面是很好的 但是他的股价呢 从三字头到五字头 三字头到五字头 我们掌握44% 你如果领先不绝朋友 你是不是要懂得 永远给自己一个选择的机会 永远给自己一个选择的机会 你赚三成够了吗 你赚四成够了吗 而不是当别人赚三成赚四成的时候 你在这边去追高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同样一两个股 不同的人操作 买在不同的位阶 结果是不一样的 我们能够 顺利的从三字头到五字头 那你呢 你如果是金人才在追价 你昨天才看的节目 金人才在追价 美姐有没有跟你讲过 永远不需要去追高 再好股票 我们永远不需要去追高 我们领先布局 所以下一次领先布局的机会 你要不要掌握 是不是 这是定影头控 8月22号 今天已经8月24号了 会员都知道美姐的实力 美姐的实力 会员都知道 这会员跟我的互动 这会员跟我的互动 8月20号 22号的时候 当天 成名店 电影头控 接连涨停 会员很开心 美姐也很开心 美姐跟她说 一起加油 一起加油 所以你如果想要成为赢家 一定要走在前头 而不是今天才在那边追AI 早盘在那边追AI 不是这样子的 你要领先布局 我们看场看远 那美姐是不是一出手 标谷是不是立刻有 跟着美姐会 一天保四顿 美姐的会员 天天都能保四顿 那你呢 喜不希望也能够一天保四顿 是不是能够标谷立刻有 一天保四顿 我相信这都是大家希望的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双高操作策略 好股票 追高风险高 但是呢 如果是低阶 自然就获利高 我们运用的逻辑 我们运用的方法 就是双高操作策略 所以为什么才要KY 为什么华城 为什么技嘉 为什么成名店 为什么电影头控 我们都能够领先的布局 我们都能够趁压回去低阶 因为我们知道它是好股票 运用的双高操作策略 我们不追高 我们选择低阶 自然就获利高 那你如果选择追高的朋友 3051的利特 这是昨天的走势喔 追高你如果跟着 要去所长庭 当天的政府20% 今天呢走势怎样 又是跌停 又是跌停 今天大盘上涨了193点 但是呢 你却开盘不到5分钟就打烊了 鎖住啊 鎖住啊 昨天去追高的朋友 30% 你能够忍受得了吗 所以梅姐一直跟大家讲 操作 你不要去追高 你看 这是追高的下场啊 这难道不是很强势的股票吗 但是如果是梅姐操作 梅姐买在这边 对不对 这叫领先布局 你自然来这边 你有选择的机会 而不是在这边去追高 在昨天去追高 你双高 当打下来的时候 你没有选择机会 你连卖都卖不掉 你没有选择机会 你只有一个 你只有两个字停损 就这样 这不是我们需要的 这不是你们要的 也不是我们需要的 所以呢 为什么双高操作策略这么重要 你一定要 然后记得心头啊 女王神功略 赖 记得要加 加入了之后呢 你会有所收获 你至少知道 我们操作股票 我们不需要 帮别人所涨停 我们可以领先布局 或者是趁押回 去寻找低阶的买点 比如说成名店 我做了第三趟 定影投控 我为什么能够领先布局 为什么我还能够 事先的分享 在表演领先报 盘前报报 当天盘的解析 今天我就说挑战月线嘛 对不对 那今天大盘是不是挑战月线 然后呢 我的专访 以及影音解析 我都放在Lite的家族成员 的这个专属Lite里面 所以呢 你一定要打开手机 扫描呢 我们这个QR Code 当然这里也有啦 或者是搜寻Lite的ID 小老鼠QQ208 一起加入美姐的女王家族 美姐的女王神功略 你自然一点一滴的慢慢学习 你就可以维基化转机 损一遍黄金 美姐也可以帮助你 逆转胜 那今天的大盘呢 上涨了193点 193点 那正式的 从台积电领军 这是最纯的AI概念股喔 昨天的节目有看的朋友 你就知道喔 昨天美姐跟大家讲什么 台积电站上月线 台积电站上月线 那么大盘呢 有望跟进 那今天 他带领大盘 台积电跳空 跳空大涨 今天涨12块 他涨12块 贡献大盘差不多100点 今天大盘等于有一半的点数是台积电贡献的 那这是最纯的AI概念股 但是过去呢 他压火的时候 你懂不懂得去布局 你就只知道要去追 那种有在涨了 涨很高的 对不对 台积电 是不是领先带领大盘站上月线 昨天就跟大家讲了 所以今天的家庭指数 是不是就站在月线 过去他修正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不用慌不用担心 不用杀在那种 没有尊严的地方 因为下档有半年线 所以你看到上个礼拜 今天已经礼拜四了 上个礼拜到今天 到现在到这个礼拜为止 是不是手稳在半年线之上 而当辉达开牌之后 直接上去 昨天就都已经跟大家讲了 会有台积电领军站上月线 今天在盘前抱抱 我也直接跟大家讲说挑战月线 那是不是这个样子 虽然盘中有震荡 但结果呢是怎样 还是一样站上月线啊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喔 挥打法说 大家昨天都在猜 昨天在想有些人在压 有些人呢想说要做短线 但是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喔 这个帅哥 今天叫他帅哥啊 他达成了这个不可能的任务 而且呢超越了 这个不可能的任务 挥打的法说 内容是什么呢 华尔街有预估啊 华尔街预估的部分喔 全面喔 你要挥打我站旁边一点给大家看 挥打的法说 跟华尔街的预估是红色的 营收盛 一片是盛 营收预估 大胜 毛利率也是盈 所以预告 未来的营收会逐继成长 但是今天的AI 究竟怎么了 今天的AI概念股究竟怎么了 我们看到今天的AI概念股 虽然你看它涨你的互件是很正常的事 但是有很多股票都是开高走低 那短线上是怎么了 我们以伪创为例 过去几天 押宝的买盘出场 还有上方的套牢卖押 跟进卖出 你上方套牢的 你看到今天涨上来 看到在杀的时候 别人昨天押宝的 前几天在押宝的 押宝会打法说的 他在出场股价在跌的时候 你会不会害怕 你也跟着倒出来 你跟着倒出来 所以呢 这是前方的套牢卖押 这是押宝会打法说的 买盘在这边 看到今天开高 全部倒 所以引起了多杀多 人采人的一个现象 所以使得今天的伪创 就长这副德性 但是你要因此看空他吗 你要因此看空他 我认为倒不至于啊 等他筹码洗清之后 你自然就可以了解到 美姐的用心了 关于AI 你的操作 是拼短线当中 像回答 像微创一样 你是拼这里 这一段的朋友 你这是没买 你今天开高你跑 你赚有5 你赚有10%吗 你赚有一成吗 没有 你也没有赚有一成啊 你是做短线当中 还是做波段的趋势 拼短线当中的散户 我刚以伪创为例 你赚有一成吗 你赚一成 一成你就够了吗 也许你觉得够了 但是呢 你想哦 伪创 早盘 起床 你看到这新闻 摩拳擦掌 认为今天AI要喷了 早盘去追伪创的 今天 你追在哪里了 对不对 那前几天买的 你赚有一成吗 对不对 但是美姐在看AI的波段趋势 美姐看的是AI的波段趋势 怎么看 美姐小笑是 再跟大家分享一次 你想想看哦 一台AI伺服器售价 25到30万美元 我们以最低 最保守的成本 的售价来去估算 2023年预估出货量 10万台 10万台 这是预估哦 这是最保守的估计哦 那所以呢 预估今年的产值 250亿美元 相当于7800亿新台币 好 那么如果分散给台湾的 五家代工厂 那么现在已经是8月24号 快9月了 距离年底只剩下4个月 每个月或贡献大厂多少营收 你自己去想想看 这厂线有多少趋势 而且今年才是刚开始 今年是AI的元年而已 你认为你赚10%够了吗 你看这个世心 内外资都在挑战世心的目标价 稳坐骨王的宝座 稳坐骨王的宝座 世心 他是怎样稳坐骨王 还不是受惠AI的带营收带动 带动营收不断的成长 所以这是为了趋势潮流 你真的赚10%就够了吗 掌停掌停 再创高 法人 世心KY這種超高价股 一般都是谁在买的 你自己想想看啊 你自己想想看啊 所以 这个产业趋势 我相信你也知道 你也确定 你也肯定 你跟美姐的看法是一样的 但是你为什么只要赚10% 为什么 就是一般投资人 跟美姐的看法不一样 不一致嘛 操作的模式不一致嘛 但是结果咧 对 你 我们大家来股票市场当中 不管你要投机还是投资 当然都是希望赚钱 可以赚越多越好嘛 对 那你要赚10% 就够了 还是你要像美姐一样 赚个三成五成以上 对不对 那广达也是一样啊 AI伺服器 2024年动能都无余的 我看到的趋势是这个样子 就广达 看到趋势不是看到一根K棒 如果明年预估EPS 它可以成长一倍 如果它可以成长一倍 今天这一根黑K算什么 技嘉 也是一样啊 都是因为AI伺服器 新品挹注它的第三季动能 所以技嘉 我是不是最后都跟大家讲过了 相信黄董 相信黄董 你年底就懂 年底就懂 现在每个人在网路上面都在流传这句话 相信回答黄董 你年底你就懂怎么一回事 相信美姐 你马上就懂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你想要成为赢家 你务必 你一定要走在前头 不是吗 那么下面这一档AI 你值得跟上 操作方面呢 下一档AI标股 我看好这一档 那这两个股呢 这两个股呢 这两个股呢 它其实它积极拓展 全方位的AI事业版图 然后呢 横跨了 AI 你看好AI 你要找它 你看好5G 你要找它 你看好车用 你要找它 全面 都是未来的产业趋势 你看好医疗 智慧手持装置 等等 多项题材 多项题材 然后呢 它有几升 它本来是下游 几升到 晶片产业的最上游 IP产业 是不是跟世新KY一样 人家世新KY 现在是股王 现在股价将近3 毕竟3千块 一般的人可能投资不起 所以我们来买这个 我们来买这个 对不对 而且它也是灰达H100 零组件的准供应商 目前股价是这样子 你看那也许是这个黑K 你看那也许是这个黑K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个黑K就是你的机会 你想要跟上美姐的脚步 一定要 一定要走在前头 因为你如果要选择跟上美姐 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就是你要成为赢家 我们操作模式 就是 要走在前头 我们操作模式呢 双高操作策略 所以为什么 美姐每次一出手 标股立刻有 为什么跟着美姐混 一天可以保四顿 因为我就是运用双高操作策略 双高操作策略 好股票我们不追高 但是有押回我们低阶 好股票我们不追高 我们领先全场去布局 所以为什么跟着美姐混的朋友 一天可以保四顿 为什么 美姐一出手标股立刻有 不是因为美姐混运气关系 完全都是因为 双高操作策略 我利用了对的方式 对的方法 带领我的全国会员朋友们 大家一起来赚钱 所以 今天 跟公司争取 推出了Q女王快散专案 情人节刚过嘛 对不对 重粉1加1 重粉1加1 这是快散专案哦 你想要跟上美姐的脚步吗 你可以利用这个快散专案 重粉1加1 拨打美姐专线02 254 3555 我们运用双高操作策略 好股票追高 风险高我们不追高 但是我们低接或者是领先布局 我们自然就获利高 运用双高操作策略 我们一档操作一档又一档 女王神功略 LINE一定要加入 扫描这个QR Code 或是搜寻LINE的ID 想要数QQ208 微机化转机 随意变黄金 美姐带你逆转胜 想要跟上美姐脚步的朋友 可以拨打美姐专线 0225423555 而现在美姐特别推出这一个 Q女王快闪专案 虫粉 因为我爱你 我虫 虫爱我的粉丝 我们这个1加1的 Q女王快闪专案 赶紧拨通美姐专线 0225423555 我们一起加入 一起领先布局 一起乘押回买进 一起赚大钱 好吗 那么最后祝大家每天都可以 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